第十二集 内蒙古 海外录制 目前 南宁 重庆站的录制内容也在播出中 奔跑吧不知不觉已经第十二集了 老成员已经剩下寥寥几位 新成员的加入也让奔跑吧获得新的活力 奔跑吧十二首播也拿下了不错的成绩 开播收视第一 不愧是王牌节目 还是很厉害的 第二轮重庆站的录制中飞行嘉宾孟子一 也因为飞机航班延误未能及时到场 正好赶上郑凯生日 苗苗也临时就场 整体的录制内容也很精彩 常驻周深也因为参与其他工作档期没法安排 学习了重庆站的录制 第三轮沈阳站的录制也即将启程开始录制 将于5月17日到21日正式开始录制 一共录制的三期的内容 跑南成员将会前往沈阳各地 网传将前往青河半岛 奥体 图书馆等地进行拍摄 录制内容以方言为主题 看来在沈阳少不了东北话了 录制嘉宾包括常驻嘉宾李晨 郑凯 白露 沙翼 范澄澄 周深 宋雨琪 张真元 其中 周深因为行程工作安排要开演唱会 所以不参加前两期节目的录制 只参加21日沈阳站一期的录制内容 整体行程还是有些感的 期待常驻周深沈阳站的精彩表现了 除了常驻嘉宾的到来 沈阳站录制三期内容久未飞行嘉宾也惊喜曝光 包括魏大勋 蔡国庆 林依晨 黄西燕 于阳 谢依林 龙祖儿 苏醒 沈小婷 真仍真的豪华精彩呀 既有来过跑南的也有没有来过的 期待他们在奔跑82中的精彩表现了 其中17号参与录制的飞行嘉宾 分别是魏大勋 蔡国庆 林依晨 黄西燕 19号的飞行嘉宾为魏大勋 于阳 谢依林 21号的飞行嘉宾为魏大勋 龙祖儿 苏醒 沈小婷 魏大勋参与沈阳站联路三期 哇塞 不愧是每次都参加跑南的嘉宾 真的很期待 沈阳站邀请的飞行嘉宾都很有趣啊 魏大勋 谢依林 于阳 苏醒等人都很有综艺感 上过这么多综艺笑点也十足 这几期节目应该会很有趣 还有沈小婷 龙祖儿 蔡国庆 黄西燕等人的惊喜加盟 不知道是不是会搞音乐相关的内容呢 奔跑82南宁 重庆已经录制完毕 第三轮录制沈阳站将要启程了 行程将要过半了 第四站内蒙古站更期待了 坐等开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